有名网友在脸书上分享 说他家人在2019年11月 到2020年2月之间 一共四个月 中了同一家公司开出的21张发票 结果后来被国税局调查 让他无辜的说 为什么中了奖 还要被查水表 非常无奈 但网友也在底下留言 直说这应该是洗发票吧 被查很正常啊 因为同一家公司 开给你的发票能中21张 比这种乐透头奖还难吧 那这名网友遭到大家质疑之后 也在天文底下解释 其实那些发票是他爸爸 在超商门口跟客人拿的 并不是洗发票 第一次中这么多很难得 所以才想跟大家分享 不少人看到后恍然大悟 直说难怪他们都有看过 有不少民众 在超商门口跟人家要发票 还有网友建议他说 下次可以在退奖的时候 写其他家人的名字 才不会被查水表